108克剛強調培養學生素養 引導中生學習 不過上路以來爭議不斷 近期這段談話更引起各界議論 他們刪掉了顧炎武的廉恥 因為學生就不必再知道 為什麼士大夫之無辭是為國職 我們在看每天新聞 看到那麼多不清不白的政客 在那邊跳樑小丑要舞揚威 學生的價值觀怎麼不本揚 北英女中國文老師歐貴之 記者會上直指 108克剛去中國話 店名痛斥 包含顧炎武的廉恥 也都被刪除 是個無恥的課綱 北英女退休的國文老師也發聲 自己暗藏的目的 說不出口的 但我們國文老師其實都能感覺到 今天就是一個方向就是 我不想承認我是中國人 消失的文言文不值一則 像是先天下之幽兒幽 後天下之樂兒樂等顧問 恐怕即將不存在學生心中 藍瓶期虛 可是我沒叫啊 課外龍 我聽過下面那個 先天下幽兒幽 也有部分學生 但又斷根問題發起自救 自學古文 不過108克剛 各界看法不一 主因還是選修增加 學科減少 因此文言文篇幅也跟著刪減 甚至一度喊出比例低於30% 課生大會強調 課綱比例定定是經過反覆討論 兩輪投票最終結果 但教育國家未來幽苗 使大勢去渡海底 謹慎拿捏 就要另一場外題 台北報導